天吐已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 上午6時 天吐集結在香港的西北大約160公里 魚類向西北偏西移動 時速大約22公里 橫過廣東西部並且進一步減弱 天文台會考慮在早上10時或之前 改發3號強風訊號 而8號訊號生下期間 市區多處地方都大風大雨 有追風俗就不怕強風 去到尖沙咀追逐天吐 劉文麗報導 天吐威力有多大 來到馬鞍山一帶肯定感受到 狂風加上大雨 帶了遮都沒用 沒有帶遮的就更加狼狽 尖沙咀碼頭有大浪拍上岸 但也阻止不到這群追風俗 很刺激 感受8號風頭的風浪 看浪,看多大風 看人們跌倒 有人索性放風箏 體驗天吐有多厲害 雖然大風大雨 但雨中跳舞 或是又另一番流趣 是 很刺激 好刺激 很刺激 我搞不定 警員加緊勸喻他們離開 好刺激 好刺激 挺好看 哪些浪打過來 好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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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沙咀碎這裡越夜越大風 有時大風到吹得人都站不穩 走一步路都覺得很難 而且雨勢亦時大時小 有時大到打到臉上眼睛都慢打 在天聖碼頭大廈 這封外場廣告海報搖搖欲墜 警方封鎖現場不讓市民接近 以免海報跌下來擊傷途人 亞洲電視記者 諾文麗報道 全港多處地方都橫風橫雨 不少路牌都被吹得搖搖返返返 在凌晨五點多 雖然8號信號仍然生效 已經有市民要冒風上班 張培報道 秀記灣一帶亦非常大風 不論大樹 亦或路牌都被吹得搖搖搖 不過一樣有人無懼風雨 魚打來也很痛 但很大風 有加強度 剛才來到時樹沒有那麼搖 所以剛才很大風 在十字路在這個位置 在堅尼地城海旁 海浪非常大 但仍然有市民來看浪 在屯門美樂站附近 由於有大樹倒塌 來往屯門碼頭站至龍門站的 610、615和615P線列車服務 一度受阻 至凌晨大約12時才恢復 凌晨1時多 屯門建法街一棟工廠大廈 有一列鋁架從高處墮下 沒有人受傷 亞洲電視記者,朱欣培報道 記者江川現在在旺角 江川,外面天氣如何 是呀 暮年 現在天亮之後 在這裏的雨勢和風勢都不是很厲害的 現在暫時都在下無無雨 風勢亦都在兩個小時之前 是小了很多的 現在在旺角也有看到 都不是很見到天吐造成的破壞 好像一些招牌或者燈箱 都沒有損毀 教育局就宣佈 上午校和全日制的學生 今天停課 現在10時半之前 改發3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的話 下午校和夜校的學生就需要上學了 在交通方面 地鐵其實已經照常提供服務了 有見到不少的市民都趕上班 我們問過這部份的市民 他們都說其實今次的風暴不算太劇烈 不需要提早多少出門口 我在這裡的報導暫時有這麼多 交給新聞報 謝謝外面那麼多位同事 天吐亦都影響到航空交通 昨天有400多班航班取消或延誤 有旅客就滯留機場 不知到何時才可以離開 金陵同報道 多一間航空公司的航班停飛 不少的旅客滯留 用不同的方式打發時間 有人就打算在機場留宿 有旅客是有不滿航空公司的安排 我是去北京的 去北京因為延誤了 延誤了一天 然後給我們訂的旅館 給我們航空公司的旅館 但是它是旅館分配的有點問題 因為我們這裡是六個人 它給了兩個房間 機管局說 昨天全日有177班底港航班 以及193班離港航班取消 另外76班的航班延誤 建議旅客前往機場前 先至電航空公司查詢航班資料 亞洲電視記者金陵同報道 根據港交所的安排 如果天文台在早上7時至9時期間 解除8號台風訊號 股市會在訊號解除2小時後 恢復交易 訊號如果在9時至11時期間解除 港股上午將會優時 下午1時恢復交易 今時方面 根據金銀業貿易場的安排 如果8號台風訊號 在8時前解除 今時會在2小時後恢復交易 如果8號台風訊號 在中午12時前解除 今時在下午將會復時 揮車 適合